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 就是晶片 所以美國呢 2022年的時候 創設了晶片法案 希望能夠吸引全世界的晶片巨頭 都來到美國這裡 製造晶片 那他們推出的這個晶片法案 一大誘因 就是財務誘因 他們提出了非常巨額的補助款 希望能夠讓大家都來搶食 這塊大餅 那麼現在的最新消息是 白宮已經宣布了 拿到最多錢的是誰 是美國自己的公司 也就是Intel 英特爾 他們可以拿到多少錢呢 拜登親自到他們的工廠裡面來站台 說會直接補助他們85億美元 而且除此之外呢 還有其他利多 包括他會提供Intel低利率的貸款 以及在未來5年之內呢 都可以進行相關的稅收抵免 而且這個支出的抵減 幅度大概是2成之多 那麼Intel的基辛格 他是CEO 他馬上就說了 他希望未來在10年之內 能夠讓全世界的先進半導體 有5成都是在美國跟歐洲生產 也就是能夠實現美國政府所說的 要Made in USA 把半導體真正的拉回美國來 可是這個消息溢出之後 其實引起外界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怎麼說 我們來看我們的護國神山 拿到了多少錢 護國神山台積電 投資的金額大概是400億 可是呢 目前外媒估計 只能拿到50億的補助款 那相較於Intel呢 他們是拿到最多錢的是85億 他們投資的金額是1000億 那另外呢 在韓國的三星這邊 他們投資了170億 不過外媒估計 他們能拿到的錢大概是60億 不過這時候很多人就會想說 哇 你看日本政府 台積電是熊本社場 這日本政府的錢給的又多又快 那美國呢 這邊的錢是不是都還沒有入袋 而且給的似乎比較少 我們就去問了 前台積電的研發處處長 楊光磊 他說其實美國給Intel多一點補助 非常的合理 因為畢竟這是美國的公司 所以呢 如果我們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是美國的政府 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決策 真正的挑戰 真正的問題 可能不是在這裡 那可能是在哪些地方呢 其實這陣子 台積電的人資高管 就有接受CNN專訪 他說去美國啊 其實在文化跟人才面 可能才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那你也可以看到 日經亞洲這邊就有報導了 他說啊 其實包括台積電 跟Intel的供應鏈 現在在美國的設廠 都出現了一些進度延到的狀況 所以他們的供應鏈 也出現了延遲 比如說當初跟著台積電 一起跑去美國的相關供應鏈 他們是一些半導體的材料供應商 像是崇越科技 李長榮化工 還有長春集團 他們分別最近都釋出了一些 他們要放緩他們設廠的消息 比如說崇越科技說 他們會放緩這個倉儲物流的投入時間 李長榮化工跟長春集團 也有類似的狀況 顯見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現在美中科技戰持續之下 美國正常又出現延遲的狀況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理解 在這個全球晶片的脈絡之下 台灣的地位呢 其實上禮拜的時候 國客會就主辦了一場論壇 邀請了台灣 日本跟韓國的各方選者 一起來討論 我們要怎麼在全球的供應鏈中保持韌性 那像是這位日本的學者 他就建議 像是台灣 日本跟韓國 都是在半導體供應鏈當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公司部門 彼此之間要建立一個對話機制 一起去討論說 我們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比如說美國的部分有一些相關的要求 這個時候 台日韓三方 希望能夠提出什麼樣的應對措施 或者是在多大的程度上 配合美國 那關於美國晶片法的後續效應 我們也將持續為您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